現在我們就準備來試看看 那首先第一個 剛剛有跟各位介紹到我們這個範例裡面 雲 其實是屬於連續圖長 也就是說呢他並不是 一段影片 但是我們AE呢 他可以把這種連續圖長 匯到裡面來當成一段影片來用 那麼這些檔案要怎麼樣才能夠進入到我們 這個軟體裡面 我們可以自己來試看看 你要開新的檔案也可以或者我就直接丟進來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像我現在進到這個資料夾 把它全部選起來 丟進去 各位這樣會很長 變成301個素材 可是我並不是要這樣 我們以前有教過這樣可以丟進來沒有錯 單一個的可以這樣丟 可是呢如果你是連續的就不能這樣丟 那有兩種方式可以叫進來 第一個 如果你堅持 我就是要躲動的 麻煩你回到外面 整理在一個資料夾之後丟進來 有沒有感覺到 這裡我拉開 放進來 有沒有感覺到 他有告訴你你總共多少張 對不對 你就會看到這種圖示 他表示呢 就是我是連續圖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 他有告訴你你的尺寸多少 那以一秒鐘三資格 可以播放多久 301張是不是10秒鐘一個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這是第1種方法 你如果堅持要用拖曳的 請你 直接把 那個素材的資料夾丟進來 那第2種方式呢 你要比較隨興一點 也不是隨興 就比較標準一點的 請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右鍵 輸入 Import 選擇file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就去找到 你的 檔案 檔案 好找到這邊 找到這邊 各位 在這邊你只要點到 這301張的其中一張 不一定要第1張 當你點到之後 你來看看 他後面這裡會勾起來 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他說這叫 Taka Sequence 也就是說他從你的檔案名稱裡面去判斷 覺得這裡面這個好像是有連續的 那他這個地方就會自動勾起來 如果今天你覺得你的是連續圖檔 可是他沒有勾起來 各位 這樣子就算你手動勾起來 他也不會全部都抓進來 這樣了解嗎 那 一般我們在命名的時候 會怎麼樣 像你所看到的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這個前置字元 你可以用英文 然後呢 後面再加上數字 那我們不鼓勵各位直接用數字 為什麼 有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你今天用 1 1 2 3 4 5 5 一直到 10 11 12 各位 你知道如果你 直接用數字會有什麼情形 可能會出現 1 完了 不是2 11 21 21 31 這樣了解嗎 你的順序就很錯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你要留意的那個 地方 所以我如果選到其中一張 按下 Import 就可以 如果你今天是 PNG 是JPG 也可以 但是他前面這邊 就會變成 PNG 或JPG的 Sequence 就那個名稱會變 好按下 Import 有沒有發現 這樣跟我們剛剛教進來是一樣的 這樣清楚了 這是第一個 那 可以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都沒有 去外面拍過這種所謂的縮時攝影 這是叫縮時攝影 可不可以用影片來代替 也可以啦 只是說 我們平常為什麼會用到縮時攝影 可能就是比如說像 最近 我們在觀察所謂的地球暖化 比如說那個 北極的熔冰 你用很短的時間有辦法觀察得很清楚嗎 不見得 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比如說一天拍一張 甚至可能 久一點拍一張 因為你用錄影的 很抱歉 電力不足 對吧 在邦交野外哪有那麼多電可以用 所以他省著用 就 一段時間拍一張 那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 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影片 我怎麼樣加快他的速度 好不好 那 那 今天呢 如果你今天有這個素材 我們剛剛有講他的命名的方法 是不是就前置自圓加上 後面的數字編號 請問你 如果你自己拍的數位相機 或者是手機的照片 他的檔案名稱是什麼命名 你們看你們手機或數位相機 他前面有的是P開頭 那有的是IMG 那麼如果你是 現在那個手機拍的 很多是不是就是日期 然後後面加一個 數字 類似像這樣 類似像這樣 那這種方式可能就沒辦法 叫進來喔 那怎麼辦 如果你有300張 請問你 這個你要怎麼重新命名 你們以前在檔案總管的話 你會怎麼重新命名 因為一次點一張啊 不是只能改一個嗎 請問如果那麼多個要改怎麼辦 你看 有沒有同學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 有沒有 你知道嗎 檔案總管就這種功能了呢 來 我做一次給你看 全部選起來 有沒有讓我 全部選起來了 你就按鍵盤上的F2就好 這個 F2就是重新命名 所以按下鍵盤上的F2 好 我就給他 比如說用P 00 00P 這樣就好了 用P 按下去 來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我剛剛全選的全部都出來了 那麼 以前 早期的AE 是不認得這種 連續編號的 可是後來AE已經 長大了 他覺得這個也可以當連續編號 所以你看我改完之後 我們來試看看喔 我把這個 丟進來 不能這樣丟 要用這個資料講 你看我把丟進來 如果他認得 他就會跟我們商業一樣 有沒有變成這樣這一種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好所以你用檔案總管其實就可以幫我們解決 重新命名的這個 連續編號的問題 你可以像這樣丟 這是OK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 這個 Second的圖檔 要怎麼樣叫到AE裡面去 我剛剛已經有寫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就參考看看 好不好 你自己 再把我們那個素材丟進去看看 兩個方法 你要從外面丟進去的 就是整個資料夾丟進去 你要從 標準的選單 Import File 你就找到那個資料夾裡面的其中一張 選擇之後 確認一下 有這個sequence勾起來 那你就可以全部 交進來 你要分析 所以 你 說